第十题下列的带电量何者不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 我们晓得电量单位有两个 一个是使用单位库轮 一个是基本单位电子电量 一个电子电量就是1.6乘以10的-19次方库轮 所以选项B就是一个电子电量 这个是有可能的 因为库轮比电子电量大很多 所以平常的讲法什么0.1库轮或者是0.05库轮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选项C-0.5库轮是有可能的 我们的电子电量叫做基本单位 也就是所有的带电量都必须是基本单位的整数倍 所以选项出有1.6乘以10的三次方的电子电量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不会有正0.51这个电子电量 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不会有半个 所以不会有1又1分之1个 或1又1分之1个这样的所谓的 电子电量当然更不可能会比 一个电子电量会更小 所以选项A是不可能的 第十题问我们说 下列的带电量何者不可能存在于自然界中 我们答案选的是A 赠0.51